你最近上了一個綜藝節目 你的眼淚風勢你覺得會不會呢? 我不是故意流眼淚 那一刻是有一點點情緒 因為有一點點委屈 就是我坐在拍攝場的外面 坐了一段時間都沒有人討論 原來是節目效果 就是想知道原來沒有人跟你在那個情況下 你會怎樣做呢? 那我就傻了自己在那裡坐 然後一走進去就突然要罰我 就開始說好委屈啊 但是眼淚的攻勢都不介意大家學過 所以都要類似 那你平時怎樣? 如果你知道好像那些環境 有些委屈的情況 你會選擇表態? 還是肯定說? 其實我長期都會強引淚水 只不過那天忍 我覺得第一次在拍攝場 我通常都忍到 你應該要夠安 拍攝場 你應該要夠安